因為第一次上課 所以我們先做一個問卷的調查 那大概這結果已經很明顯了 就是到底電腦程度落在哪裡 其實我也不意外 只是說我比較意外是 居然有這麼多人是入門的 這有點太多了一點吧 還是說大家都太客氣太謙虛了嗎 OK 高階的有幾個 高階看一下 有一個耶 我可能要看一下那個人到底是誰 OK 然後還有 這個是進階是三個 所以有四個同學是挑比較 那有一個是選這個 入門到進階之間 這什麼什麼 好啦反正就還有這個 所以是不是 這將來還有一個選項 然後知道這個問題答案的 其實也不意外 把86就開九成也都不知道 其實答對的有幾個呢 其實答對的還是有 亂槍打牛怎麼會打中吧 我發現還是有 三個同學答對的 其實ECL裡面大概就是 如果你問一下 CHARGBT 請問ECL內建函數有幾個 所以 CHARGBT應該回答你 但對不對不知道 你們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因為我發現現在CHARGBT是爆紅耶 所有的網紅通通在拍CHARGBT的影片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我發現它其實沒有太好用耶 回答問題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厲害啊 很多的錯誤啊 OK 但是就是紅 所以有的時候有些東西流行 我覺得大部分也是非理性因素還是存在的 大部分其實理性跟非理性其實各半耶 有的時候它好不見不完全啦 所以有個東西流行 那你還是要有判斷能力 OK 你不要盲從 OK 關一下我的 好 那再來的話 還有就是說 你對客人上課比較有興趣 當然都停留在比較有興趣的這個 比較基礎的 那第一類的話其實很簡單 就是ECL裡面最重要的 我剛剛講 函數 所以有200多個函數 250幾個 OK 那這些函數你說老實這麼多怎麼學啊 其實不像你 其實十倍啦 其實很簡單 函數其實就是Function Function白話意思是功能 簡單說明就是說 就是解決問題的一些功能 那解決什麼問題 只要比如說 數據上有相關的問題 你就要去找到對應的函數啦 那會有個問題 250幾個函數裡面 不見得所有的 所有的函數都能滿足你 這個問題的需求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呢 這個時候你恐怕要需要 學會一個東西 叫做VBA 那VBA其實就是 ECL內建的一個程式語言 然後呢 它主要是可以幫你寫出 你需要的函數 或者你需要的功能 也就是ECL裡面沒有的 那你可以自己再去延伸出來 那因為現在的數據的複雜度 越來越高 所以這個需求越來越大 那以前其實也是有需求 只是說大部分因為以前資料量那麼少 主要因為之前電腦的數位化的普遍性可能還沒那麼高吧 如果我發現現在所有的工作 哪個工作不用電腦 甚至還用更多 而且有網路啦 用智慧型裝置 其實很多 那這個當然也會牽涉到你怎麼解決的問題 如果你不會解決這些大數據的問題的話 那你變成土法煉鋼永遠做不完 所以有的人為什麼一直在加班 他其實不是說他偷懶 是因為他不太會用應該快速一點的工具 比如說你是有 本來有個功能你為什麼不會 不會你就慢慢來 慢慢來就沒辦法效率提高 那當然可以提示 第二個需求最大的是 把資料做視覺化 其實白話一直很簡單嘛 你資料給我這麼一大堆幹嘛 我不要看 老闆幹嘛看那些複雜的數據 他希望說你畫個圖讓我知道就好了嘛 比如說最近公司哪些產品是銷售量最高的 你總會說老闆這個報表全部給你 他一定不想看 你畫個圖給我知道就好了嘛 所以只要跟數量有關的話 你畫個直條圖給他嘛 然後排序一下最高到最低 哪些賣最多哪些賣最少 對不對 然後庫存讓我知道一下 等於他就知道了一下 那如果你要比例 你可以畫個圓形圖 諸如此類的 然後業績成長你可以畫個折線圖 有沒有 馬上那個圖一目了然嘛 然後萬一就哇你這不錯 OK 那哪個學院我想要知道一下 第一名的話 文學院 本來33耶 OK 滿意外的 文學院同學這麼多 那第二名的話是 教育學院 OK 其實都是屬於 好像比較 就是 不是 在資訊相關專業上面吧 課程可能也比較少 那其他的話還有第三個 理學院也滿多的 我看理學院裡面 其中最多好像化學系統 也是也滿多的 因為化學系好像滿需要做一些 統計分析 那最高的好像是這個科技 英文系 最多五個 其次是地理系 地理系好像也滿多的 因為地理系好像也是很需要用到那個數據分析 然後其他的話 OK 這個就其次 如果你們有興趣自己再看一下這個影片 這影片的話就是 就是我在那個推動這個 這個什麼 程式設計的 那個演講裡面 我有稍微說明一下 如果你想要進一步了解一下 這個課程設計的一個內容的話 好 那原則上 大致上了解了大家的學習需求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門課程 首先的話呢 大概剛要說明一下 後面我大概就 我自己介紹我自己一下 然後我是誰 然後哪些參考書目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習慣閱讀的話 你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些書 圖書館裡面很多 稍微翻一下 不過書籍是這樣 理論歸理論 實際上還是實際上 有的時候 有人看很多書 但是程式還是寫不出來 大有人在 OK 而且 程式的撰寫 其實跟那個 比如說文學院的訓練 完全不同 文學院的訓練是 很多時候是看完 不見得要實做 其實不能實做 像你看言情小說 談感情的 你不能說 我看了之後 我很想談戀愛 有沒有 你找一個 不太可能吧 OK 但是程式是怎樣 程式一定就是實做 它其實就是 你看完之後 就一定要動手做 如果你不動手做 跟沒學是一樣的 所以喔 寫程式最重要的是動手做 看書其實我反而覺得是其次 OK 有時候我看書是因為我要去找答案 或者是我要參考別人不同的寫法 然後比較一下我的寫法跟別人寫法 當然哪個比較好而已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課程比較強調是工具意 也就是說 學完這個之後 你就有可能成為一個很厲害的工具人 但是呢 你就是只是工具人 OK 你還是不是一個人 不是 你是很像一個人的工具人 還是人嗎 OK喔 好像人 但是講的是人話 但是完全沒感情的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是要講一個有感情的工具人的話 你恐怕還是要接受一些文學 藝術、音樂等等的熏陶 不然的話喔 你還是工具啦 就像我覺得CharGBT 他的缺點就是 他就機器 他就工具 他沒感情嘛 對不對喔 你不可能跟他 而且他沒有同理心啊 對不對喔 講的話有時候 我覺得你的答案感覺好像就是會應付我 應付我嘛 OK 所以你不會對他有任何的期待 但是未來我覺得啦 AI的下一個階段 就是怎麼樣讓AI變得有感情 OK 有可能嗎 我覺得可能還是 在50年之後看看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個技術的發展 是慢慢慢慢 越來越多 OK 可是我覺得是有可能的啦 以現階段的發展趨勢來看 而且現在的那個 這個晶片的科技 因為現在我覺得台積電太厲害了 3奈米 現在2奈米 1奈米 那這個奈米象徵是什麼 運算速度越來越快 而且耗電量越來越低 晶片這麼小 本來這麼小可以容納1億個電晶體 現在可以1兆個電晶體 可以處理的速度可能10倍 甚至百倍 但是用的電喔 確實更低 簡直是太厲害了 但是目前大概也只有台積電做得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那為什麼只有台積電做得出來 其實你們可以想想看 其實還是要競爭啦 這可能跟台灣人的個性有點關係 如果台積電放在別的地方 能不能這麼厲害 其實倒也是很難講 OK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大概簡介一下 那這課程的一個目標 其實因為我這課程最早是在企業開這個課 所以針對那個企業的一些員工 跟他們規劃 所以他們不用加班 自然不用加班這件事 他們就很開心了 這課就上得很認真了 OK然後工作可以更愜意 有沒有 愜意喔 為什麼人家一直在那邊拼 從早上一直拼拼拼到下班還沒拼完 結果你兩下都做完 然後你在那邊喝咖啡聊天吃早餐 然後好像沒事的一樣 但是你要交東西 欸居然你交得出來 這什麼鬼 對不對齁 其實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他會用工具 你不會用 真的差太多了 OK 因為我自己有切身經驗 會跟不會齁 真的是十萬八千里的事情 所以你要怎麼樣能夠成為 欸工作很愜意 那薪水當然 如果你要更多啦 你當然就要更強大的 這個專業技能 你要會的東西也就更多了 我覺得這個是絕對的耶 而且目前職場上面跟這個是有 這個成正關係喔 而且強烈正關係喔 也就如果將來你希望領高薪的話 你可能要會的專業技能喔 真的要非常多 那這些專業技能可能還要符合現在時代潮流 也就最夯的 那現在最夯的啦 我想AI應該不用講了嘛 大數據分析應該也不用講了 OK 還有什麼 一些雲端運算啊 或者是什麼 像區塊鏈啊 有沒有 像等等的 反正很多你們可以自己再了解一下 然後 如果將來你要升遷轉值喔 其實也是一個籌碼 那目標的話 至少你要學會我剛剛講的函數 理解代替死倍 不用死倍 那有些函數沒有怎麼辦 你要會寫 所以會寫的話 就需要用VBA啦 所以我們會從函數過渡到VBA喔 OK 那這個階段 可能期中考之前會函數為主吧 也不會一下子講太難 因為我發現大家程度其實沒有 再來就要寫一點程式了 所以喔 可能還是會有一點點難度 所以如果你擔心呢 程式設計對你來說是很困難的東西 請你花點時間準備 網路上影片太多了 剩下就是你要願意花時間 你絕對可以學得好的 再來你未來應該會到職場上 我覺得這東西太好用了 會跟不會我看到的真的是十萬八千里 有的人很愜意很輕鬆 有的人就是每天在被老闆罵 然後又做不出東西來 但是他又沒有摸魚 為什麼 因為他在那邊塗髮煉鋼 本來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函數就解決了 好啦 他不會 所以當然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其他當然還有延伸性東西啦 不過後面越後面難度越高 甚至呢我還建議各位喔 如果有時間可以把什麼Python啦 甚至是R啦 可以把它學一下啦 當然如果沒有你就是 至少知道一下 你不見得一定要很深入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這些東西 你在做什麼 能做什麼 OK 不見得一定要 好像這個這個很深入啦 好 那這個是我的簡歷喔 我的名字吳清輝 然後 你Google吳老師教學的話 我應該排在第一個吧 我發現這個關鍵字在 這個 那個第一個Page裡面 好像有六個是五個吧 因為我有部落格 我有論壇 我有臉書傳 我有 反應堆 OK 很容易找到我 那因為我比較早之前 很喜歡寫部落格文章 我之前大概寫上千篇吧 很喜歡寫 很喜歡筆根 好OK 寫作也是我的專長 OK 其實我還蠻喜歡寫作的 我可以坐下來一下 還可以寫幾萬個字沒問題 想到就寫 想到就寫 OK 然後我的YouTube頻道 目前訂閱人數大概最主 因為我不只一個啦 我大概目前看起來是三萬八吧 不過跟各位講 裡面沒有形狼 不是那個畫面裡面的形狼 也沒有正妹 因為你看有網紅裡面都有 然後也沒有搞笑 甚至有些也沒有字幕 大概有三萬八 我就覺得蠻厲害的 OK 然後我曾經有創業經驗 也拿過一些獎項 那也在一些業界推廣部 開一些課程 拿了一些獎 OK 這大家知道一下就好 這不是重點 那我的證照至少三十張 都是跟電腦有關的 這也不重要 OK 然後 我就問了CharGBT 請問一下你 幫我查詢一下 我就很直白的 幫我查詢 跟台師大的吳清輝老師評價 應該有 的評價吧 OK 然後他就回答 讓我很開心 OK 他說 比較針對 根據 在什麼? RUN嗎? 什麼? 在我這個網站 我不知道 然後 是一個 綜合 評分 高達5.0 滿分 是5分 OK 然後 其中多數 哇 真是 那我應該要 這個 評論要高一點 因為他真的有同理心 剛剛 我可以把它收回來 他其實 他這個裡面 這個 這個 你會發現 你每次問他的問題 即便是同一個問題 每次給你的答案 也都不會一樣 這點滿厲害的 他可以怎麼做出來的 OK 好 那Google就不一樣 為什麼 現在大家提到Google 就覺得 Google沒有Chall GPT 因為Google 每次得到的答案 幾乎都一樣 而且他給你的東西 不見得是你要的 他只是根據他要給你的排序 那那個排序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演算法 所以其實相較之下 Chall GPT其實 很有可能慢慢的取代Google 就有點像是很久以前 Yahoo被Google取代 因為 你知道之前還有個Yahoo 而且現在應該還在 只是沒那麼熱門 那這個課程的特色是這樣 因為我已經錄影很多 超過三萬個影片的 然後每個影片 大概十分鐘十分鐘 所以 時數也超過五千吧 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我自己 不是資訊本科系畢業的 但是我卻在那個 業界擔任過這個 軟體工程師等等工作 然後 比較能夠從那個 非資訊找科系的同學 而且跟各位講 其實我的本科系呢 就是剛剛那個 選課同學最多那個 文學院的 我是文學院畢業的 OK 我 我的本科系是國文系 OK 而且我曾經擔任過國文老師 所以我還蠻會 還蠻會講的 OK 但是我還是會做 OK 所以現在很 不是你們會覺得很跳動 OK 但我覺得也沒什麼 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國文系念一念 不去教國文 卻跑去當工程師 對 因為我可能 因為我曾經教過國文課程 還教過作文 其實我還教蠻久的 但因為我覺得好像每次 尤其那小朋友 高中生吧 只要聽到你講到國文政客 全部都昏昏欲睡 而且我覺得以後如果睡不著覺 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把國文老師上課的內容錄下來 然後晚上睡 就馬上睡著了 因為我發現每個人都趴這樣 然後我開始要講一些笑話 就醒過來了 只要不要是課程內容 讓我覺得有點灰心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會想說 剛好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剛好是科技起飛的年代 那時候最夯有時候會科技新科 於是我就去 開始學了我第二專長 後來我發現我好像對程式還頗有天分 我發現我可能有一個優點 就是我的記憶力超強 但不能說過目不忘 但是我可以把我看過程式幾乎都背起來 然後拍…打… 我發現還滿… 寫程式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不過後來發現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能力 於是我發現可以找自己最強項的 然後你會很輕鬆 並且會有很多的回報 所以我一教就教 剛好不只會寫 我會上課 因為我有教學相關背景 我師範大學畢業 所以人家找我教程式設計課程 剛剛好 所以就一路上教 我其實教程式語言蠻多的 除了以這個BBA之外 我現在還有Python的課 現在其實蠻夯的 那與時俱進 那為什麼要上課 因為聽一次就懂不可能 所以我會把它錄下來 你們自己回去 程式有一個重點 就是一定要完美的 一個錯字都不行 哪怕你多一個少一個都不行 所以怎麼辦呢 你一定要想辦法讓它不要出錯 哪個方法 反正後面我們會講 然後再來的話 其實程式沒有所謂的標準 每個人腦袋邏輯都不一樣 所以我可以允許你寫出來的答案跟我不一樣 但是執行結果要是一樣的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 程式我覺得 當然可能因為有些程式比較簡單會寫這樣接近 可是有些比較複雜的也許每個人寫的不一樣 然後其他就大概這樣 我的東西會上傳Youtube 並且會貼到Moodle 所以你們回去就可以自己看 然後另外我之前上課的影片 會把它放在那個 就是論壇 你們可以自己再針對你自己可能比較不熟悉的部分 再去先預習一下 那另外我也把講義跟程式碼 程式碼就是你怕你寫錯啦 因為我剛剛講過一定要完美 不能有任何 所以你可以拿我的程式參考 找一下錯誤 以後不要再犯就好了 OK 而且每個程式都我自己寫的 我覺得這還滿讚 所有程式都我自己寫的 沒有一個地方是抄別人的 OK 所以如果你要檢驗我的東西 應該沒有問題 而且你會發現有些人 因為看我的程式會寫的跟我蠻像的 因為我發現寫程式也跟自己的Style 有沒有 所以我有我自己的Style 就是寫程式是可以允許有你的Style 沒有說你一定要跟別人要一樣的寫法 不過這個可能就後話了 OK 好 那其他的話 我是建議你們最好的實作經驗 因為你現在用ESA很多人用不到 我建議你可以去實習 如果沒有實習 你可以問一下你身邊的父母 或者你的兄長 問他一下 現在業界用ESA怎麼樣 他應該會給你滿多的一些經驗 他說很重要 上次有個學員跟我講說 他好像他媽媽跟他講說 你什麼東西都可以學不會沒關係 那ESA你絕對要給我學好 OK 好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好了 我們待會再接著來看好了 好 你是幾年級 你是 幾年級 因為 待會要抽籤 不過因為人太多了 所以喔 我要先 我看 工作人員 在美女 我看 這個